欢迎收看smart化理财 我是芷娟 朋友们最近都常开玩笑 说去年的股市好像怎么样都不会跌 但今年的股市变成好像怎么样都不会涨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今年有战争 有高通膨 有升息还有疫情 过去可能一种因素股市就会跌了 今年是四种因素全部都加在一起 难免震荡的就比较剧烈了 但因为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越懂得资产配置的重要 最近有一种商品特别股 大家讨论度很高 因为特别股它具有 像是美国非投资等级债的收益率 但是它的性贫却保有投资等级的性贫 如果你还不认识特别股的话 今天这集节目完全是为你而做的 我们很开心请到了 博瑞投信特别股基金经理人Ricky来到现场 哈喽 欢迎Ricky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其实说真的 今年股市的跌幅真的真的身为投资人 真的跌得让我们有一点点痛 但也因为痛过之后 我们才特别了解到资产配置的重要 以我自己来说 可以跟Ricky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我的话呢 我有核心资产 那我也有做一些波段的卫星资产 那就核心资产这个部分 那当然是我准备好以后要做退休使用 那一定是一个很长期的投资 但是但是也因为今年的市场波动这么的大 我就会开始想啦 我的核心资产到底准备的够不够稳 或者是说到时候我正到退休的时候 他有没有办法稳稳的来帮我配息 让我有现金流 今天既然专家来到现场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就核心资产的角度来说 我们一般人到底要放什么样的商品 在这个部分 好的 特别股呢 大概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那一般来说呢 特别股的波动呢 会小于这个普通股 而且呢比较高的性质呢 有接近于非投资等级债券的一个收益水准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样的资产呢 是非常符合长期投资族群的需求 那即便目前呢 全球因为通货膨胀 缩表跟升息等预期 使得市场呢变得比较震荡 但是特别股的特别之处呢 就是在于当我们回顾历史数据 我们会发现特别股的波动 相对比较小 收益机会呢 也相对比较亮丽 那么是投资人呢 获取收益的神队友 所以往往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呢 就是加码的一个好时机 你刚刚说在市场恐慌的时候 它是加码好时机 但是今年其实 有通膨 有疫情 然后也有升息 缩表等等这么多的因素 能不能再帮我们更细着说一下 它到底为什么 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抵抗风险 抵抗的不确定因素 或抵抗利抠 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可以帮我们再多说明一下 特别股的性质呢 是类似于债券的股票 它具有三大优势 包括了这个吸收稳 好收益 跟波动低 那么首先在吸收稳的部分呢 特别股以资本结构来看 那清长顺位呢 是优先于普通股 因此可以优先配的股力 尤其在企业获利衰退的时候呢 那么特别股的股力 或许不至于会落空 那么另外呢 我们从投资人最关心的股力来看 特别股的股力率呢 会在公开说明书呢 事先明定 那反观普通股的股力呢 则会随着企业获利的好坏而出现起伏 那么我们以国内呢 某大行金控的举例 那么普通股的股力呢 波动比较大 而特别股的股力呢 则多数呢 会位于美季的时候固定发放 因此特别股的股息 可预期性呢 也会比优于普通股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呢 是好收益的部分 特别股的平均信用平等 为Triple B的投资等级 那么这些发行公司的体质呢 比较稳健 也让特别股 有比较好的支付股息能力 违约的风险相处程度呢 也会比较低 就收益水准来看的话呢 那么在当前通膨高涨的环境 在股价平稳的前提下 若能提供优于通膨预期 比较多的股利率水准 也意味着资产呢 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更佳 那么从图表中看来呢 特别股的年化值利率呢 大约是5.1% 那么是接近于 美国非投资等级债券 那么也渴望提供投资人呢 优质的收益机会 第三点呢 是波动低 那特别股除了清长顺位 和股利可预期性 比普通股更为优以外 那波动度呢 也比成熟市场股票呢 更低 那么拥有了高韧性股价的表现 如果我们观察过去10年以来呢 特别股在不含息的价格报酬方面 那么长年呢 多在一个区间之内波动 会比较不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 而且过去呢 即使面对了包括缩减恐慌 升息缩表 及新冠疫情的冲击 特别股的价格呢 也多呈现了V型的反弹 恢复力呢 是非常好 那么此外 特别股除了拥有上述 吸收稳 好收益 波动低这三大优势外 也因为特别股与其他资产的 长期相关度呢 是比较低 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到 特别股不仅适合投资人 配置成为核心资产之外 也适合搭配各类资产 有助于提升报酬率 并降低波动率 可以优化整体资产投资的效率 其实简单来说 现在相信大家应该对于特别股 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了 那简单来说呢 它其实跟债券的状况 它很连类债券 它跟我固定约定了 它会配息的数字 这个是被约定的 这件事情跟债券很类似 可是它其实还是股票 它还是在股票市场里面做交易 那重点是 它跟一般我们会去买的一些 比如说像是非投资等地债的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说 能够发行特别股的这些公司 其实他们的公司的体质 算是稳健的 如果以在他们的信用平等 这件事情上来说 他们的信用平等 其实是比非投资等级债 还要来得好的 它几乎都可以达到 几乎是投资等级债的水准了 是刚刚Ricky跟大家分享的 而且Ricky刚刚你 结束之前 你有分享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很好 你说特别股 在过去一些数字里面 它其实跟其他的一些 金融性资产的关联度 没有这么大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一直讲 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 然后我朋友就说 有 我有资产配置 我买台股的 我买美国科技股 然后我又买这个 非投资等级债 这个不叫资产配置 因为你都还是集中在 所谓的比较是高风险 股票市场里 所以真正的 我们要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如果这个商品 比如说你说特别股 它能够跟其他的资产的相对性 没有这么高的时候 它才是能够真正的来降低 你的核心部位的一些波动度 但是你刚刚讲了很多优点 我还是想要来挑战你一下 今年的时空背景 美国要升息 而且那个升息不是慢慢升 我可以说它是猛爆性升息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利率风险对特别股来说 它还有办法抵抗吗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上一次的紧缩循环来观察 联组会在QE退场之后 同样也启动了一连串的升息 并且同步缩减资产负债表 那么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到 特别股指数在这段期间 本来是上涨了53% 没有畏惧宽松的退场 持续的走高 其实不仅仅是紧缩的期间 在过去面对许多的风险事件 像是2016年的中国经济硬着路 2018年经济衰退的担忧等 我们都可以发现 特别股短期虽然有波动 但是并没有改变它长期上涨的趋势 所以这样的关键就在于 特别股的长期报酬 主要来源是股息收益 那么这种以息打底的这种特性 也让特别股在波动来临时 能够更有底气 所以我们今天是直接 用数字来显示给大家看 我们拿过去的历史经验的数字 来帮大家解答自己的心中疑惑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也会好奇 每一种资产它都有非常适合 比较适合的购买时机 那随着不同的景气状况 那不同资产在不同时期 比较适合购买 那如果特别股呢 特别股的操作 适合进场的时机 大概是什么 在市场的这个波动加剧的环境之下呢 其实我们可以借由两大讯号 来寻找加码特别股的好时机 第一个是价格水准 第二个是殖利率的水准 第一个我们从价格面来看的话呢 目前整体特别股的股价呢 其实已经下跌了超过2013年的紧缩恐慌 那么2016年的升息缩表 以及2018年经济衰退余率的时 所创下的低点 然而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话 那在这些时点加码的话 其实持有三年 平均可以达到26%的总报酬 那有鉴于当前特别股发行的 基本面仍然稳健 所以我们相信 等到市场情绪回稳之后 特别股呢 也有望复制先前的经验 从超跌中反弹 那第二个讯号的话呢 则是殖利率的水准 目前特别股的殖利率呢 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超过了5% 以特别股平均为投资等级的 信用平等来看 这样的殖利率水准 其实是相当具有投资吸引力的 根据历史数据回测呢 如果趁特别股殖利率 在上升的时候加码 并且长期持有 那么后市的报酬潜力呢 渴望更好 所以在当前市场逆风期 与其着急着出脱部位 建议大家呢 不妨维持投资纪律 耐心等待乱流过去 不仅可以避免卖在低点的纪律 也比较不会错过后续 先蹲后跳的上涨潜力 关于这个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最近因为行情不好 就好多朋友会说 我要从此退出市场了 因为害怕这样的一个风险 觉得心脏没有办法承受 但我必须要说 除非你认为我们会退回去 到石器时代 要不然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都只是短期 把时间放长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 短时间的一个波动 因为基本上全世界的经济 虽然有一点风风雨 但是长期来看 经济是不可能退回到 石器时代的嘛 所以如果你相信 我们的经济 不会退回到石器时代的话 其实适时的 找一些机会是很重要 尤其在经过这一段的修正之后 很多的商品都回到了 一个甜甜的价格 那包含像是我们刚刚 今天特别一直在讲的特别股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那既然我们认同了 特别股这样的一些特性 以及它在接下来面对 可能升息的环境 还有高通膨 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的震荡的时候 它能够带来的抵御效果 那商品知道了 如果对应到基金的选择上 如果今天我要去选一档 特别股的基金 它的对我们投资人来说 挑选的重点有些什么 在实物上面呢 有很多投资朋友会询问我们 怎么样借由特别股呢 达到一个中长期稳定收益 创造稳定现金流的一个目标 那是不是直接进场买进单一特别股就可以了呢 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建议呢 不妨考虑定期定额投资这个特别股基金 那么将多个跨国大型 且获利稳健 平均性贫 在投资等级的优质企业呢 一把抓 那么并可利用基金的投资方式呢 来多元化分散标的 降低对单一企业的过度风险 那么并且呢 让基金经理团队呢 能够全天候的把关 并且呢 做太多留强 那我们不类投信呢 在2017年呢 发行的首档特别股基金 将过往专属于法人投资的特别股 打造成特别股基金 那么在业界呢 是开创了特别股投资的风潮 那这档基金呢 从成立以后呢 也备受投资人的欢迎 那基金规模呢 一直是持续稳坐第一名的宝座 同时呢 也荣获国内多项基金奖的一个肯定 那也显示博瑞投资团队呢 在此类别所展现的 全方面优异管理能力 其实哦 特别股在过去是很多 像是售险公司 就是这种顶级的一些法人 会很喜欢买的一个标的 那现在博瑞 我们从2017年开始 让我们投资人也有机会 可以直接来参与特别股投资 可以让我们散户 也拥有这个顶级法人的 可以操作的一个工具 这件事情还蛮重要 那我知道Ricky您负责的 就是这一档特别股的收益基金 既然经理人都来到了现场 身为投资人 我就会很好奇你对于 接下来你的操作想法 尤其是应对现在这样子的市场 你的看法 你的想法是什么 在这个基金操作部分的话呢 我们先分这个产业配置上面呢 我们基金呢 目前一直仍然偏重 还有相对看好一些体质 比较稳健的一些产业 比如说像银行保险公司 以及现金流量能见度比较高的 公用事业通讯服务类股 那在能源产业的持股呢 相对比较少 而且呢 皆是配置属于中油的管线运输产业 那么经营的基本面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 那么另外在利率风险部分的话呢 我们的投资团队认为 美国十年期的公债值利率呢 已经来到了长期的目标水准 故目前呢 我们将持续调高投资组合的 纯需期间 一直到中性的水位 那么近期呢 我们已经持续逢震荡 四季加码 跌升 而且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特别股 并且呢 已经回补了过去的公债期货空头部位 那么短期之内呢 将持续保留比较低的现金水位 那么最后呢 在展望部分的话 由于经济成长逐步放缓 高通膨持续压抑企业获利 急消费 还有主要的央行立场呢 转向 那么加上地缘政治风险的 不确定性因素等 都是潜在的不确定因素 不过由于目前特别股的殖利率呢 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准 超过了5个percent 那么历史数据显示呢 若趁着特别股殖利率走扬的时候加码 并且要长期持有 那么后市报酬潜力呢 有望更加 我们建议 稳健型 与有吸收需求的投资人呢 不妨趁近期波动时 分批卡位 来获取未来优质收益的机会 其实我们在 刚刚路里之前就在聊天 我们说什么样的人 非常比较适合这种 特别股的基金 与退休组来说 非常适合用这个特别股 来创造你的这个退休的现金流 那还有一个重点 刚刚Ricky也一直告诉大家了 这是一个长期投资的部位 资产的核心 核心资产的一个 比较适合的一个商品 好 既然我们今天 花了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来聊特别股 它是兼具了债券 还有股票的性格 所以是蛮特别的一个股票 那再来是不是可以帮我们 做一个小小的快速总结 把我们刚刚的 将近20分钟内容 来做一个总结 所以对于整个特别股基金 来帮我们重新recap一下 好 我们今天呢 那个针对这个节目呢 那么我们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特别股呢 是具有好收益 波动低 还有息收稳 这三大优势 其实适合长期持有 低点加码的一个核心收益资产 那么第二 回顾过去 特别股即使在宽松退场的环境之下 指数的长期趋势呢 仍然是能够维持走高 主要是因为特别股的长期报酬 主要的来源呢 是来自于股息收益的累积 而以息打底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也让特别股在波动来临的时候 能够更有底气 那第三 在波动的市场下呢 我们可以借由价格和殖利率 这两大讯号 来判断特别股加码的一个时机 那根据历史数据回测 若趁特别股殖利率走阳时 逢低加码并长期持有 后市报酬潜力呢 有望更好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 为什么一般人 没有办法复制他的成功经验 是因为一般人都不愿意 慢慢变有钱 而是想要一步登天 其实今年的金融市场 就是因为比较震荡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回归思考下 自己的投资初心到底是什么 趁机的来检视一下 自己的核心资产 到底够不够抗震 今天的节目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跟大家聊一聊特别股 也就是希望大家 学会认识更多的 金融商品工具之后 未来在投资路上 才能够有更大的 投资胜率 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非常谢谢Ricky 也感谢您的收看 Smart化理财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请不吝点赞 扮淇草